距离赌城拉斯维加斯·伍斯麦 有一处如火焰般的山谷 红岩山连绵 凌寻其壮 它是由沙漠仙境之称的火焰谷州立公园 内华达州的第一个州立公园 在久远的时间里 这片土地一直被美洲土著用于狩猎、种植农业和宗教仪式 沙漠中奇形怪状的红岩壁上的岩画都是迷人的景点 公园有东西两个入口 从土城市西口进入 游客中心在两口中间 它在红岩山之下与附近的环境非常相配 像小型博物馆一样 详细介绍火焰山谷的地质历史当前状况 火焰谷公园规划成两个大道 两者像钉字相交 横路就是西口到东口之间七脉 上面有七姐妹石 有七个巨石 有休息野餐区 可惜美丽的巨石旁放置了拉色桶 靠近东口有最著名的大象鼻石 几乎是火焰谷的地标 直路在游客中心旁一直往北走 沿路有很多景点 第一个是鼠标的坦克 需要步行零点七脉 曾有步伐之徒再次夺了几个月 婴儿有名 它也有很多古代原住民的岩石艺术 再过来是彩虹圆景 山谷颜色像彩虹般 荒野中开出的一条路 把五颜六色的峡谷像彩虹般呈现 在这条路上 我们遇到了一大群大脚羚羊 十几只羚羊 有老有小 老羚羊的双脚又大又弯 看起来好重 它们有黑有白 自由自在这草原上烫羊 在靠西口附近 还有一条小支线 有一个巨石 公园做了铁楼梯 可以走上去看 古代人留下的用具和岩石艺术 小路转弯处有一个天然拱门 经过风吹雕塑 硬的石子留下 软的被吹散 刚好留下漂亮的拱形门 为了保护它 公园规定只能在下面拍照留恋 不能攀爬 公园的露营区 就在这条路上 两个露营地 72个单位 设施包括 萤火坑 水 野餐桌 附近有房车营地 和沐浴露营地 公园规定在此露营 入夜之后 只能留在营区 不能去夜游 火焰谷两旁的山 像壮阔的布景 绵绵的红颜山 被封雕塑成奇形怪状 仔细看 可以找到神似某屋的红山 慢慢欣赏 找寻特殊之处 自有一番乐趣 这个地区被称为火焰山 不只是它的山 是火焰山 更因为它是夏天高温 到百度以上 公园强烈建议夏天 不要在阳光下远逐 徒步高温可能致命 这片土地是属于沙漠气候 夏季高温通常超过 华氏100度 甚至可能到120度 夜间最低温度60度到9度 秋冬 天气温和 适合到此一游 此地 年平均降雨量低于7英寸 旅游时要呆足 所需的饮用之水 公园全年开放 开放时间通常是日出至日弱 游客中心开放时间是上午9时至下午4时30分 门票外周车15元 内华达州10元